来我看看这手上戴没戴戒指 哇 没有 您把那戒指都打在那耳朵上了 还能有吗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佩戴项链跟耳环有保健座 其实佩戴这个戒指有没有 也有 有没有讲究和保健座 也有 我大致先说一下 这个每个人的手指都有穴位 都有经络 我们针灸都知道 这个呢是肺经的 就是拇指是肺经的 它主要是管感冒 管呼吸道的 比如说我们发烧 我们老百姓都会把这手指不出汗 浑身疼 发烧使劲弄弄 最后拿这一点放出一点血来 就烧了 这是有医学道理的 这叫一滴血十滴汗 就是你点出这一滴血的相当于发了一身汗 烧就能退 这个呢是管大肠经的 所以民间有一个办法 老年人或者平常的人便秘 是 让你经常搓这个指头 和这个可以预防便秘 它管大肠的 这个中指呢是管心包经的 心包是什么呢 就是心脏外的那层包膜 是中医讲的 是心包经的 所以这个呢是中指 你就是当你这个经常 你比如说称称这个指头啊 甩一甩啊 窝一窝呀 对于这个保健这个心脏 有一定的功能 这个四指呢叫无名指 无名指呢叫三胶经 就是说上中下三胶 说心和肺在上头 中间呢是脾和胃在中间 肝和肾在下头 这个小指呢代表着心经 心啊 小指代表着心经 所以这个无指呢 其实是人身上的经络的 终点或者起点 所以我们比如说保健里 经常要让大家握拳 甩手骨掌 这个插手 其实都是要加强 这个经络的作用 那今天我们讲到说 这个经手是是可以保健 那刚才通过王老师 这样讲解的话 每个人手上都是有 这些穴位的 那就是理论上说 我们能够把这个经戒 戴在哪一个手指上 其实就是有那个刺激穴位 的那个作用 王老师说的特好 为什么我们说要戴无名指呢 第一咱中国人习惯 第二呢 我们说这个手指的穴位 总管一身之穴 我们叫体位三胶 那么一般手指 你戴戒指没有戴指甲盖的 都戴到最底下 为什么第一怕甩出去丢了 我觉得个人是这样 第二为什么戴这儿呢 你说男性以脾肾为主 女性以肝肾为主 因为都有血 那么戴在底下正好是下胶 等于是什么呢 第一刚才王老说 微量元素 黄金本身它的微量元素 与你人体的分子相对状 产生一种安定的状态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搁在这儿 养您的安肾 这个肝肾呢 脑子不停地在等于做着按摩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你不可能脑子在这儿动 怎么办 你估上了这块的气血 就在你的肝肾的这个 整个经浏系统里 形成一种循环 所以左右手的这个都行吗 都可以 它都是一种隐性刺激 其实就等于说在手指上 戴到这个无名指上 这个总管您的全身呢 就不必要戴的就这么多了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二位请 健康道提示您 我们的手指上有很多经络 其中无名指对应三胶经 总管一身之血 是黄金戒指佩戴的最佳手指 可以起到安神定迫 两肝护肾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